大家的股市呢 今天 這個一樣大家看量能萎縮 但是呢股價又破底 差不多是四年來一個新低 這算是非常弱 那另外呢人民幣今天 這個是在岸人民幣呢 貶向了21個月新低 最高來到6.94的一個情況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大家想不通 因為昨天 這個美國財政部公佈 他並沒有把中國大陸 列入所謂的匯率操縱國 市場原本想說應該是匯率操縱國 就既然沒有 這個人民幣就想說 既然你沒有把我列為這個匯率操縱國 我就繼續扁 所以現在原因很複雜 所以我想說市場上 是想說這很多的情況 沒辦法掌控 就像百家樂一樣很複雜 所以大家就開始觀望 所以量能開始萎縮 就是說 到底要押莊家還是押賢家 這個大家不知道怎麼下手 所以乾脆退出台子 在旁邊觀賞一下 那至於說 川普現在炮口對內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全世界他都可以管到 他是全世界的大大哥 但問題是他唯一管不到的 就是聯準會 我甚至覺得 其實全世界的莊家就是川普 是啊 對啊 如果你要押莊家 你就押川普嘛對不對 好那 川普管不到這個聯準會 事實上不是今天 他才對聯準會有這個抨擊 或是說對聯準會有嫌惡之情 事實上在 2016年 他在當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提出 要對聯準會 Audit 什麼意思呢 就要對聯準會審計 什麼叫審計 譬如說 台灣有審計部對不對 你可以到這個各部會去審計他們的財政 就類似就查帳就對了 對啊 查帳就快進去查帳的意思 但問題就是說 聯準會它是一個獨立 操欄的機構 這個中央銀行完全不受國會或是說行政單位的審計 所以他們覺得聯準會是個黑機構 所以他的帳目不清就對了 所以呢 他其實在當候選人的時候就提出對聯準會審計 而且這是他的競選承諾 可是他競選 選上之後有沒有實現這個承諾 沒有實現 好那 現在開始 這個 川普已經把聯準會視為最大的威脅對不對 他最近是不是這樣講嗎 他說聯準會已經瘋了 他說聯準會現在是我最大的威脅 也就是說 川普現在的敵人不是在海外 中國大陸可能鬆了一口氣了 我不是他最大威脅的 因為他最大威脅現在反而變成Fedal Reserve 是 那其實 這個美國現在已經開始掀起一股反聯準會之風 而不只是川普 因為川普非常會觀察媒體 莫娃哥那時候提到一個重點 其實為什麼川普要把FD當成這個最大威脅 因為他怕美股下跌 還有美國經濟的話 對或美國經濟崩盤的話 會全部推給Fed 然後他當作這個背黑鍋 聯準會等於說我至少要有一個藉口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上任最自豪的就是經濟跟股票市場 如果這兩個我最自豪的這個崩盤垮掉了 那我這個2020年怎麼選舉 那其實這個人是一個重量級人物 這個人叫Ron Paul Ron Paul 羅恩保羅 他是美國的前任的眾議員跟參議員 是這個德州的 他在從政之前他是醫生 這個Ron Paul最近講什麼 他說呢 美國經濟崩盤破在眉睫 他預言 美國大概18到24個月之內 經濟會垮台 對 而且他講說美國股市會出現史詩般的下跌 他說你們都會看得到 好可怕 這個Ron Paul講的 他說呢 到時候川普會變成是 這個被大家責怪對象 而不是聯準會 大家會認為美股的這個下挫是川普的責任 而不是FD的責任 這是羅恩保羅說的 媒體是這樣封的 把這個人封成是川普的精神導師 所以川普呢 就在要登空軍一號 這個視察之前 他就講說 聯準會已經剛crazy了 他已經這個封了 接著他的話就對了 那川普當然怕變成是縱使之地 所以川普現在 炮口對內恐怕無暇 這個顧及到涉外事務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最近 美國的涉外事務 似乎都採取暗兵不動 就沒有衝突性那麼高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是不是低調處理 包括中國大陸的中美貿易戰 是不是現在暗兵不動 沒錯 那美日英 美國對日本 對英國對歐盟的這個談判 現在目前是不是也 如果如荼要展開了 對要展開了 這個也沒有很激烈的一個延遲出現 那其實 美國民間已經開始要求要終結聯準會 叫做NFED 終結FED 聯準會終結 而且已經有文章提出來 如果2020年選總統的時候 成千上萬人在競選場合裡面 大喊終結聯準會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 所以已經有人建議 川普把終結聯準會 當成是2020年的競選主軸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現在目前有一個氣氛 就是可能明年或是後年 整個經濟會垮台 股票會崩盤 萬一聯準會被終結的話 這個央行中的央行消失了 那會變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美國股市現在目前的這個 內外情勢交迫嘛 所以量縮的情況很明顯 那另外昨天呢 他沒有把中國大陸 列入這個匯率操縱國 你怎麼觀察 那當然因為他現在 無暇外顧對不對 現在目前這個要只把炮火對內 所以他就放了這個人民幣碼 所以昨天那個我們講那個 外匯操縱國名單 這個匯率報告裡面沒有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還是被列為觀察名單 那人民幣照來講 應該喘一口氣對不對 沒有想到今天中間價一開盤 172點的調降 那個往下調呢 已經是達到這個2017年 1月以來的新低了 對 今天跟昨天連續 兩根往上 這在戰價跟離岸價都破底嘛 那當然我唯一在講說 只要人民幣不止貶的話 大陸股市恐怕難以見底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陸股持續的破底 而且他已經直接破了 2016年1月當時的 熔斷的低點 對 已經破了這個低點 就在上個禮拜破 好 那另外一個 大陸股市觀察的重點 同時也在成交量 你看到成交量是不是說的 對 也是急速委說 也是人氣退場 跟台股一樣 那另外觀察的點呢 就在兩農的部分 我們講兩農就是 戶市加深市 上海加深圳 兩市的融資 居然已經跌破8000億人民幣了 非常低迷 各位可以看到 到這個10月17號 已經到7750億人民幣 對 那7750啊 在上一次 兩農破8000億是什麼時候呢 在哪裡 在這個我畫十字線的位置 上次兩農破8000億在這邊 對 就2014年的11月的時候 兩農破8000億 可是破8000億之後呢 它出現了一波大牛市 哎呦 它代表籌碼乾淨啊 對啊 一直到2015年的5月的時候呢 居然上陣指數漲到5000多點 你知道當時兩農的餘額是多少嗎 嗯 這邊是破8000億哦 應該是幾兆吧 這邊是兩兆人民幣 那兩兆人民幣現在又 跌到這邊破8000億 這個波段下來 從2015年的5月到現在 兩農的融資已經減少60% 減少6成 非常慘烈的一個沙盤 所以大陸現在你知道嗎 券商的那個 叫客戶啊 趕快平倉的電話是接不完啦 打不完啦 我相信今天電話一定繼續響 包括台灣的 現在營業員很忙嘛對不對 叫客戶追繳保證金的等等嘛 包括那個 融資要追繳的 斷頭的 都是一樣的情況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兩農的圖 是不是就跟上陣指數 一模一樣 走勢圖是一樣嗎 所以 也就是說這個融資啊 當然 跌到低一點哦 有時候我們講說是一個見底 是一個買點 但事實上哦 我們看到這個大陸股市還有很多的變數 有人氣退潮 還有資金外流的部分 對 它是一個兩面刃 對 那資金外流部分呢 到底流到哪裡 待會兒我們有另外一個專題報導 不過我們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呢 其實我們剛講到 台北股市也亮縮 今天亮一下掉到了952億左右 那已經是連續6天的亮縮 那我們今天哦 把時間抓長點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抓過去大概一年以來的這個時間點 每次只要亮縮的時間哦 因為我們要討論 這次亮縮到底會說到什麼時候 會說幾天啊 過去呢有時候 連續亮縮12天 有時候18天 有時候12天 12天 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一個數字哦 可是亮縮 你對照上面哦 如果指數沒有在破底的話 未來都有一些漲幅 亮縮18天之後呢 指數沒有破底 未來都有一些漲幅 一樣哦 亮縮沒有破底就會再漲 亮縮沒有破底就會再漲 那這次會不會一樣哦 又再亮縮 所以未來的亮縮有沒有可能 慢慢有一個足底 只要不破底的話 台北股市還有機會 對這個觀察其實是正反兩面 然後那個亮縮 當然就是說 你也可以講籌碼穩定 你也可以講人氣退場 那這個都是 這個正反面的說法 不過各位要看到 這邊死亡交叉哦 對 這個是一個警訊哦 季線跟年線 這個過去幾次亮縮都沒有死差哦 現在目前是出現死差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 但我覺得今天短線上面 市場太過悲觀了 你看到收盤的時候啊 期限貨的逆價差高達70點 對又是這個期貨跌的比較重 對啊 期貨是殺的很兇的 殺了八十幾點 但是呢 加軍股價指數只有跌25點 所以 期限貨在昨天轉倉到11月之後 期貨 11月合約居然是70點的逆價差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面 似乎盤勢啊 大家太過緊張了 太過 太過恐慌 所以 有可能在這邊會出現反彈 但是反彈上去 到底是一個解套的這個賣點呢 還是說反彈上去 你是可以搶反彈呢 那照來講應該是 影響上應該要 見低點啊對不對 但是市場就談不上去啊 為什麼 主要原因就是說 這個恐慌指標還沒下來 我們之前有沒有講過 兩個兩倍標準差嗎 對 你看到現在兩倍標準差的 這個正負值 開口拉得非常大 那恐慌指標 VIX在這邊 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大盤是金工之鳥 VIX還在相對高 拖動性會比較大 所以說為什麼今天逆價差會高達70點 另外還就是籌碼面 不利於這個多方 外資現貿還在連續賣 你看賣幾天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九天 加今天已經連賣十天了 所以說這個籌碼面上面還是不利於多方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即使說融資持續的縮減 那你也可以講說是斷頭現在的賣壓 隨便三天 kiss 對你們人來說 對你們來說 我沒事雙腸 對你們來說 什麼我們來說